酸包硫磺鼻涕 比如像猫鼻汁这样的疾病 就是猫泡肿病毒感染为主 当然有的时候 屡见不鲜的一些 悲装病毒感染也会有 所以碰到这一个情况的时候 送到医院里面 做最基本的病毒 或者血相的排查 或者如果有必要 发现了明显 好像有鼻道内有异物 这样的一个特征 做一下鼻腔镜的一个检查 这的时候就一目了然 对应性的治疗 就会特别的更新营收 感谢观看